就是文字区 这个概念 实际上就是有点像 在VB 里面 你把那个Martin Lai 就是多行把它选取 就是可以让它Martin Lai就可以了 相关的属性 跟方法 其实跟Testerfield 的类似 差别的部分 文字区域的大小 宣告的方式大概也大同小异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宣告一个 那 你这个地方因为 预设值 如果说假设说你不需要给它 的话你就直接 你直接在宣告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宣告 也就是我今天宣告的方式 你可以分两行式 那你也可以一行式 这边是故意 你可以直接把这一行 放到这边来 也是OK的 因为这是两行式宣告 这边可能 故意这样写 然后底下也是一样 就是说呢 我们Lail的部分 把它重新排列 加上去大小的部分可以调整 那秀出来就像这样子 这一题会比较单纯一点 比较单纯 你就加一个Test Area 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们最后要提到有关于 版面配置跟管理 版面配置跟管理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预设值是有一个版面 我们要把这个Lail Lail把它取消掉的话呢 就是刮弧给它一个参数 是NOR NOR就是不传东西进去 但在这里 这个AWD它提供一个所谓的版面配置 这个版面配置呢 有点类似像是 在那个很多软体里面 都有自动帮你排列的方式 自动帮你排列 那这里的话 比较常用的就是这四个 1 2 3 4 这个BolderLail 就是说呢 我排列的方式分成五个区域 分别就是 叫上下左右中 那它有个顺序 排列如果说你今天 利用这个方式来排序的话 它就是1 2 3 4 5 它会这样帮你排 也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 那这个Car 就是说有点像是图层的概念 图层有吗 一层一层的图层概念的排列方式 那Flow 就是说呢 有点像流水的 流水就是这样往左 就是你可能要往 1 2 3 4 5 6 7 8 这样一直排下去 流水号的方式 另外Grid Grid就是表格的方式 你可以用照表格的方式来排列 那这几种方式 都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排列 你上面的这一些元件 这些元件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你们先再把这一个 Area这个部分把它完成 能测试 我们在这篇模型 我们温暖的模型 有的快速 有的快速 我们要更快